据香港媒体报道,好莱坞男神约翰尼德普控告英国太阳报诽谤,指控他们一篇有关他与影星前妻艾梅伯·希德尔于2016年5月21日在洛杉矶狱所争执报道诽谤。 当时,希尔德向报纸称被德普用手机砸中脸,而他也有向报章公开脸部瘀青的自拍照。 而德普于最新文件法庭中有目击者声明,表示事发当日于狱所内见到希尔德并没有发现他脸上有任何红肿或瘀痕。 而另一目击者指,他于事发后6日,才见到他有余伤,暂时希尔德并未有任何回应,而他于昨日就前身巴黎时装周看秀。